我们看一下沙和万家的中间这里 前面种了粉色的毛泥外套 就比较适合在三四线城市卖 万家的毛泥外套一般都不是含羊毛的 表面有点像羊羔毛的这种 卫衣还有外套 学生是特别喜欢的 很多朋友都问万家这边有没有散批的 如果你们要散批的 尤其是你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话 其实还不如在你们当地的批发市场里面去拿 沙和是没有散拿的 牛仔裤这几天他们已经上了那种厚的 复合的那种油 有朋友说想干一下二楼的位移 那现在就拍一下这边的 万家的二楼主要是做位移 打底衫还有一些仓库 有些他们这边的仓库也是可以开单的 也是白满了吧 冬天的位移颜色非常重要 同样的款式 你颜色选不对 他们走的那个速度是不一样的 像冬天一般比较好走的位移 就是那种浅灰色 不是那种深灰色 还有那种眉红色也是比较好看的 因为眉红色它比较亮嘛 比较显肤色 还有杏色 像这种也是属于主打的颜色 还有黑色 但是黑色如果说你那个面料是特别容易沾灰的话 那可能这个黑色也不是很好走 虽然说这边打包的要求数量是单色代码5件 单款10件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当扣 尤其是做这种位移打底衫的 你会发现你如果说你只在他家开10件 他是不给你开的 还是一楼这边比较热闹 万丈这边它是属于做那种传品类的 所谓的传品类就是一个档口里面 它什么衣服都有 有上衣有打底衫有外套有裤子 各种各样的都有 如果你在这种传品类的档口里面挑衣服 你就可以整套整套的上 这样子你拿回去的话就不用愁着说 我这个跟这个怎么搭配的这种问题 有些档口它只是做单品类的 就比如说它做裤子就专面制作裤子 做毛衣就只做毛衣 做这种单品类的它都是集中在一块地方 就比如说金马一楼 大部分都是以毛衣为主 你要找那种毛衣的话 你去金马一楼就很好找 这两天沙河这边的流量少一点点 可能就跟那个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马上双十一的活动就要到了 像很多商家这两天的那个订单 应该是比较少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